讨好他 巴结他 他将来带你升天 没有这回事情 如果我们贫瘠私心 跟他常常往来 常常供养 巴结巴结 将来他就带我到天堂去了 这个天堂不能去 不是好地方 为什么呢 天神 上帝不公平 他有私心 那岂不是变成像我们人间 黑社会的组织一样 那还能去吗 公平正直 所以 只要我们居足 上一个阶层 道德的水平 你一定就去了 天的道德水平 比人高 人间这个道德水平 得人身 道德水平 是五界 中平 是善 天道 上平 是善 再要往上去 那时善还要加上禅定 也就是这样 要修清净心 还要加上四无量心 四界天 四无量心 是慈悲 以稀释 你要居足 慈悲 以稀释 居足禅定 居足 上平 时善 这是生天的条件 不居足 不居足 这个条件 你跟上帝 关系再好 上帝 也不能用 私情 带你到天堂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知道 天眼神都是大公公司 所以我跟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们 常常在一起 跟他们这些宗教领袖 传教师 我跟他们讲 我可以随时到天堂 这一点 他比不上我 我可以随时到天堂 天道里头的状况 我了解比他们多 我们居足 这些条件 只是我们还不想到天堂 我们想到基督世界 苏生亿万倍 真帝 胜分明 这个亿万倍 是将的 众善因的山谷 古报 不可思议 生生世世 这个武佛了 武量武宾 真帝 真帝就是将帝 武界 武界是真理 因果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好 我们休息几分钟 好 我们休息几分钟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请先开 阿难问是否 吉凶金讲记 第九十九章 从经文看起 墨师多卧人 不幸多狐疑 欲吃不别道 罪深更呆命 那么向下面呢 有三首 这是第五段 以罪 福苦 对于前面所说 这个众善因一定会得善苦 对这种事情生起疑惑 佛在经论上常常告诉我们 菩萨 对于疑惑 是他修学最大的障碍 菩萨尚且如此 那猴夸我们反腐 因此 疑 是根本烦恼啊 你看看 贪嗔吃慢 下面就是疑 对于圣教的怀疑 这一桩事情 我们都有 怎样把一根拔除呢 那一定要懂得多问 学问 要断疑才能够生现 这一点很重要 换一句话是 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有疑惑的地方 特别是对我们修学 产生障碍了 必须要把四十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 疑惑或破除 我们才能够进行不退 阿南尊哲在此地告诉我们 末世多卧人 前面讲着 五桌卧室 造作十卧业的人 非常之多 特别是对佛法 不信多狐疑 在动物里面 狐狐疑心最重 我们称多疑的人 都用它来做比喻 回忆 这个对于我们修学 造成严重的障碍 师尊 在灭度之前 教给我们四义法 实际上 对于末法时期的状况 他老人家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因此 我们修佛 必须遵守 师尊在这一部经典里面 教导我们 第一个 要求明思 是不是 我们一直 一个好的老师 对这个老师 决定没有疑惑 如果对老师 稍稍有一点疑惑 我们的损失 那就太大太大了 为什么呢 你不能够勤进 明思 不能够勤进 亲近明思 你一定 会受 这个世俗 邪知 邪进 邪行的影响